哇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那木骨厅拉强 老张人家有20多斤牛蹄啊 今天咱们做一个香辣牛蹄 OK话不多说 先给他焯一下水 哇 这个锅真的要紧给力啊 这牛蹄我老张人处理的一早上啊 就是干干净净的 然后咱们给他来点自然的源泉 OK咱们给里边来点料酒 接下来咱们准备点葱姜蒜 把葱给它切成肠上的小段 我这边现在葱已经长到11亿斤了 我不知道你们那边 现在多少钱一斤 然后把姜给他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咱们准备点大蒜 这小盆子振紧不小啊 两头大蒜就放那么点 OK牛蹄焯差不多啊 咱拌一下 牛蹄给它下去 然后给它来点生性的源泉 然后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里边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黄豆酱 来熟辣椒酱 然后来点花椒 鲜艳和草果 肉扣白纸和八角 给它下里边 来点生抽 然后来点老抽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盐 盖盖给它炖上三个小时 OK 煮差不多啊 咱们给它捞出 出锅 哇 哈喽朋友大家好 还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今天啊 今天毛豆 今天我和毛豆啊 两个人 开动开动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那我就挑中间这个吧 OK 哇 这就算了 哇哇哇 哇填这个 哇 骨髓有点掉 哇 你看 动作还不是特别软 但是还蛮Q彩 嗯 有这种感觉 嗯 我感觉我的 吃完这个也差不多了 还能来一百大米饭 弄来吃 弄来吃 弄来 上次咱们的牛鸡 这牛鸡太辣了 嗯 还真是有条线 是吧 这样吃起来有感觉 对 上次那种就是 入口即化差不多 嗯 就连吸流 感觉有点像喝牛 喝牛鸡 不像啃牛鸡 对 感觉上次全是都没有用到眼 呵呵呵呵 就用嘴一吸它就直接入口了 嗯 就跟西洋尾一样 嗯 嗯 咬一般大蒜 嗯 牛腿不就蒜 虾味少一般 呵呵呵 嗯 我吃完 我吃完这牛腿 嗯 在吃上感觉饭都有点甜了 上次 嗯 上次那样都可以不就蒜 就是吃起来 就感觉嘴里都 嚼起来就感觉 叫一点蒜 就更香了 嗯 嗯 嗯 好吃 但比较耐久 要是用用小豆什么的吧 嗯 不用 用手就行了 OK 给力 嗯 这是羊鸡 嗯 入味 香 特别香 是吧 炖了足足三个半小时 嗯 上次咱们炖了 炖了一夜 好像六个小时 上次那只 点击是瘦 哇 直接炖成脑子了 没有口感可以啊 ед吗 炖了 炖了一夜 炖了一夜 炖了两个小时 炖了 好 炖 炖了一夜 炖炖了啊 炖了一夜 我感觉这样的菜焦出来有味道 有价 来个完美的结合吃了它